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知道吗?我们已经坚持了七天了,是的,我们坚持每天阅读、耕读,你的中文一定会有很大的提高的。 前两章我们讲到,大宇的儿子启建立了夏朝,经历了四百多年,现在已经到了夏朝的末年。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夏朝是怎样灭亡的,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什么。 好的,现在我们开始。 商汤和伊尹 黄河下游有个部落叫商,传说中商的祖先谢在尧顺时期, 跟与一起治过洪水,是个有功的人。 后来,商部落因为畜牧业发展得快,到了夏朝末年,汤做了首领的时候,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部落了。 夏王朝统治了大约四百多年,到公元前十六世纪,夏朝最后一个王,夏杰在位。 夏杰是个出名的暴君,他和奴隶主贵族残酷压迫人民,对奴隶镇压更重。 夏杰还大兴土木,建造宫殖,过着荒荒奢奢奢奢奢奢的生活。 大臣关龙旁劝说夏杰,认为这样下去会丧失人心。 夏杰勃然大怒,把关龙旁杀了。 百姓恨透了夏杰,诅咒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才会灭亡,我们宁愿跟你同归于尽。 商汤看到夏杰十分腐败,决心消灭夏朝。 他表面上对杰服从,暗地里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 那时候,部落的贵族都是迷信鬼神的,把祭祀天地祖宗看作最要紧的事。 商部落附近有一个部落叫葛,那的首领葛伯不按时祭祀,他派人去责问葛伯。 葛伯回答说,我们这儿穷,没有牲口做祭品。 汤送了一批牛羊给葛伯做祭品,葛伯把牛羊杀掉吃了,又不祭祀。 汤又派人去责问,葛伯说,我没有粮食,拿什么来祭呢? 汤又派人帮助葛伯田,还派一些老弱的人给工作的人送酒送饭。 不料在半路上,葛伯把那些酒饭都抢走,还杀了一个送饭的小孩。 葛伯这样做,激起了大家的公愤。 汤抓住这件事儿,就出兵把葛先消灭了,接着又连续攻取了附近几个部落。 商汤的势力渐渐发展了,但是并没引起昏庸的夏节注意。 商汤妻子带来的陪嫁奴隶中,有一个名叫伊尹,传说伊尹开始到商汤家的时候,做个厨师,服侍商汤。 后来,商汤渐渐渐发现伊尹跟一般奴隶不一样。 商汤和她交谈以后才知道,她是有心装扮作陪嫁奴隶来找汤的。 伊尹向汤谈了许多治国的道理,汤马上把伊尹提拔做她的助手。 商汤和伊尹商量讨伐夏节的事儿,伊尹说,现在夏节还有力量,我们先不去朝贡,试探一下,看她怎么样。 商汤按照伊尹的计策,停止了对夏节的进攻。 夏节果然大怒,命令九仪发兵攻打商汤。 伊尹一看,遗族还服从夏节的指挥,赶快向夏节请罪,恢复了进攻。 过了一年,九仪中一些部落忍受不了夏朝的压榨勒索, 逐渐背叛夏朝。 汤和伊尹才决定大举进攻。 自从夏节以来,同性相传已经四百多年,要把夏王朝推翻,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汤和伊尹商量了一番,决定召集商军将士,由汤亲自向大家试试。 汤说,我不是敢进行叛乱,实在是夏节作恶多端。 上帝的意志要我消灭他,我不敢不听从天命啊。 他接着又宣布了赏罚的纪律。 商汤借上帝的意志来动员将士,再加上将士恨不得夏节早早灭亡,因此作战非常勇敢。 夏、商两军在明条打了一仗,夏节的军队被打败了。 最后,夏节逃到南朝,汤追到那儿,把节流放在南朝,一直到他死去。 这样,夏朝就被新建立的商朝代替了。 历史上,把商汤伐夏称为商汤革命。 因为古代统治阶级把改朝换代说成是天命的变革,所以称为革命。 这和现在所说的革命完全是两回事。 非常感谢,您已经跟我读完了最后一章。 现在你知道夏朝为什么会灭亡了吧? 接替夏朝的是哪个朝代呢? 嗯,读完了,你是不是已经记住了呢? 好的,如果您喜欢,请按订阅并点击旁边的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更新的节目了。 再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